今天有奧運英雄大遊行 其中王麒麟當然很被關注 不過這一天 去了王麒麟因為跟女朋友的 這個賽恩愛 引起了網路上很多在黑他 源氏 對 因為他是賽恩愛 還有他 因為他女朋友本身 也是一個啦啦隊 也算是一個網紅 然後他們一直賽恩愛 可能有些網友就看不下去 就有一些酸言酸語 然後他的經紀人也跳出來講說 給他們一些私生活的空間 他不是這樣講的 所以提油救活 你說關你屁事 後來網友又罵那個經紀人說 他們享受光環 被我們評論一下都不行 但我覺得還是這樣 我覺得我們看王麒麟 應該是看在他運動場上的表現 你看他才剛剛為我們 奪得一個金牌 這是多麼這個世界的榮耀 大家還是多給他一些空間 在私生活上面 但我們有一個比較嚴肅的課題 倒是要面對 就是2028年洛杉磯奧運 我們有沒有辦法 再取得這樣的成績 因為你知道像我們 像王麒麟還有李楊 他們李楊都退休了對不對 然後還有像戴資穎 下次也不會再打了 我們一些比較有優勢的選手 可能下一次都不會再參賽 然後我們有一些 比較優勢的項目 譬如說像是舉重或拳擊 你知道洛杉磯奧運 有可能就取消 所以要保持好成績 其實真的還需要努力 選手壓力當然很大 所以下次繼續努力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澳運之後很多選手紅了 但正義也跟著來 不只王麒麟 大陸的選手也一樣 包括了全紅禪被記者罵 記者被處分了 還有奧運做球選手 軍牌得主 被球迷比中止 回國球迷被逮捕了 我覺得罵全紅禪 這個記者真的很無聊 你說什麼他不會跳水之後 還能做什麼 那你自己呢 你們要不要去看看大陸 這一次問了全紅禪那些問題 我看 我看那也不是什麼好問題吧 我們自己同業真的要加油 那至於去比中止 陳夢這個 這當然不對 可是比中止這個東西 不是告訴乃論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拜託 拜託